好了接下来咱们看看案子的侦破情况 持枪杀人抢钱这影响太恶劣了 那警察必然开始照死理查 卷烟市场所有商户 公路两边的加油站 商店营业员 所有人都得接受问询 结果呢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 看到整个作案过程的目击者 那么根据所有人的碎片记忆汇总起来 得出来这些信息 凶手大约五天前开始啊 在卷烟市场附近频繁出现 应该是在踩点 此人身高一米八左右 不胖外地口音 骑着一辆红色的125灵目王摩托车 全程戴着头盔 长相看不清 上身穿着一件身色长身大衣 皮鞋擦得正亮 呛响之后 有一个肉铺老板 看到王军骑摩托车路过 觉得可疑 就跟着想过去看看 结果对方发现之后 直接停车 摩托车掉头 直勾勾地盯着肉铺老板 这老板也没敢再跟了 就直接骑车 从他身边走了 另外呢 在案发现场 警察找到了三枚蛋壳 和三粒蛋头 都是九毫米口径 属于走私进口的 东欧产制式手枪所用 三名被害人 全部为贯穿上 涉及距离极近 根据卷烟市场 商户手中的存款凭证统计啊 两名女职员当天收储的营业款 一共71万人民币 这些钱被他俩装进了一个长40厘米 宽高各20厘米的旅行代理 那么很明显 凶手早就已经摸清了 他们每天的工作规律 蓄谋已久 当天晚上6点45分 紧急协查通告 在渔航市的有线电视中 首次播出 开始发动群众举报 晚上9点的时候 两个老爷们来到了派出所 提供了重大线索 这俩人叫周来星和沈建业 是一个公司的同事 由于业务不景气啊 周来星经常跑去老婆 在渔航市第一医院 对门的水果店帮忙 作为好朋友的沈建业啊 没事也来坐坐 周来星啊 在店里不忙的时候啊 就喜欢对着马路看热闹 然后啊 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 从去年12月份开始啊 这人经常在每天下午2点 或者晚上8点左右啊 出入医院 而且进去的时间都不长 好像是转走一圈就出来了 另外呢 这人还对医院和附近 新华书店门外的 两台自助取款机感兴趣 经常停在那看 周来星呢 想象力比较丰富 他就想起来 最近有黑客抢银行的新闻报道了 形似这小子 不会也是个黑客吧 想着伪造磁卡弄钱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怀疑啊 告诉了沈建业 就这样 1月7号晚上 沈建业就偷偷的跟着进了医院 发现这个所谓的黑客上了四楼 打开了走廊尽头的一个寄存箱 把自己随身带的背包放了进去 号码是34 所以啊 他俩人就以为搞错了 人家不是黑客 是住院的病人 本来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结果时间到了1月13号 这个之前一直两条路走路的男人 突然多了一辆摩托车 而且驾驶技术非常好 完全不是个新手 周来星确定啊 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 红色125零木王摩托车 所以啊 等着他看到电视上播放的 紧急协查通告以后 立马觉得不对劲了 然后赶紧打电话 向警察反映了情况 警察这边赶紧跑去医院调查 发现34号寄存箱啥也没有 另外呢 也没有找到这个人的住院登记信息 线索到这断了 可是就在警察准备离开的时候啊 四楼的夜班护士长陈秀英 突然反映情况了 他说 我有印象 的确有这么一个人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医药代表 来这推销的 后来有病人反映了 这人没住院 怎么可以在四楼寄放东西呢 所以我后来碰到他 就问了他一嘴 那个人解释说自己有肺结核 住在对面的传染病房 我那当时觉得都是病人 就没怎么当回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这箱子不是我租出去的 因为我这包租出去的箱子 都有登记 还得收五块钱 配上一把医院统一买的锁 这人没交钱 他箱子上用的肯定也不是医院的锁 好了 那么根据护士长的提示 警察再次查看了寄存箱 发现有三个箱子 用的所不同意 打开以后发现问题了 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单件包 还有诺基亚手机 治疗肺结核的药 摩托车药是什么的 还有撬棍 螺丝刀 老虎钱 这些工具 其中的一小壶缝纫机油 两块沾着油的小布条 引起了警察的重视 赶紧拿回去做检测 咱们说了啊 虽然还不能通过这些东西 判定他就是抢劫案的嫌疑人 不过就凭这些玩意儿啊 你小子肯定也不干净 既然这样 那就把你逮住问问吧 接着从28号凌晨开始啊 专案组这边派人进入医院 开始24小时端手 另外呢 对全鱼航所有医院卫生所进行走访 重点排查肺结核病患者 30号晚上 纪真部门这边经过比对发现 两块小布条上的流梯啊 和残留在被害人身上的相同 另外还从寄存箱里啊 提取到了一枚右手手指指纹 与此同时啊 著名模拟画像专家张欣赶到渔航 在目击证人的描述下 画出了模拟画像 由此确定啊 这个不在医院出现的男人 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31号晚上 渔航电视台第二次发布紧急协查通告 并且配发了张欣描绘的凶犯模拟像 悬赏10万元向社会征集线索 这个时候呢 案子又有了重大突破 市医院寄存箱里提取到的指纹啊 经过技术比对 和五年前发生在渔航临平镇的另一起 枪击嫌疑人完全吻合 到此王军的身份被正式确认了 好了 咱们镜头调转一下 看看王军案发之后啊 这些天是怎么过的 1月25号晚上 他骑着摩托车 奔着杭州就去了 先把车藏在了距离市区 五公里的尖桥卫生院内 然后进城 用假身份证登记 住进了四星级的新桥饭店 一待就是三天 这也是王军躲避追捕的一种方式 他从来不去小旅店 觉得这些地方不安全 因为警察很容易进行搜查 高档宾馆就好多了 进了房间以后啊 他捡碎了装前的旅行袋 放到垃圾袋里扔了出去 然后分四次 把其中一半的现金啊 存到了之前已经开好户的银行 另外呢 还租了一只保险柜 存放剩下的钱和手枪 除了存进银行的钱 有具体数字以外啊 王军到被抓都不知道 究竟抢了多少钱 1月28号 他呢提着一苏勒戈现金 上了去柳州的火车 打算再去盲街买枪 没成想第二天发现钱被偷走了 没办法 只好回来 2月1号啊 他提着钱再去柳州 这次经过东兴 顺利到了盲街 那么手里有钱了 必须买好枪啊 点名就要美智无声手枪 结果黑身上没有 只有五四 而且价格高达两万块 无所谓啊 都是小钱 王军掏出四万 买了两只 外加一些子弹 临走的时候不甘心啊 又给对方扔了两万块钱 当成定金 让枪贩子给搞更好的家伙 2月12号 王军返回杭州 本来打算去银行取22万现金 然后去广州避避风头 他不知道银行这边有规定啊 大宗现金提款 必须提前一个礼拜预约 那没办法了 待在这也没事干 王军呢 就突发奇想 要不我回林平看看 那边到底啥情况 我可太好奇了 而且呢 未来安全 医院寄存箱里的东西 我也得回去处理掉 但是呢 这小子还留了一招 我得去趟捡桥 如果摩托车还在 说明警察还没有查到我 林平可以去 如果不在了 那就赶紧撤 接着这小子 大车过去一看 摩托车就在那放着 安然舞样 那还想啥呢 奔着林平就去了 大约晚上七点钟 王军到了渔航第一院 他不知道的是 这里早就已经天罗地网了 王军呢 刚走到住院铺走廊 就被一个叫孙炳寿的 便衣警察盯上了 他一瞅 眼前这个人高个 体型修长 三十来岁 太像嫌疑人了 于是呢 就偷偷的在后面跟着 王军呢 也很快意识到不对劲了 然后走着走着 突然拐进了厕所 孙炳寿啊 怕引起怀疑 就收住脚步 站在旁边的病房门口等着 王军进去以后啊 冷静了一下 因为他也不确定 是不是真出问题了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他就把别在后腰的 两支五四手枪 调整到了前面 然后趴在墙上 听了一会儿 发现没动静 脚步声也没了 于是呢就放松了警惕 走出了厕所 接着奔着一条 很少有人走的楼道过去了 这个时候 孙炳寿喊了一句 哎 你干什么的 王军呢 头也没回 说了一句 我去看病人 然后直接去上楼了 孙炳寿赶紧转身 跑到一楼 作为守候点的 五十六号病房 快 有情况 接着特警陆建伟 武警中队长张炳德 还有另外两名武警 五个人就冲了出来 爬到四楼之后 在一个拐弯的地方 和王军遭遇上 瞬间 孙炳寿就直接冲上去 抱住了他的大腿 王军呢 出于本能弯腰 想要推开 这个时候 他的两个胳膊 被陆建伟和张炳德 死死的卡住 三个人一用力 就把他给掀翻了 在倒地的瞬间 醒过十二的王军 用右手从后腰 掏出一只手枪 张炳德演起手快 一把就给抢了过来 到此 王军彻底缴械投降 当场从他身上 搜出来两支五四手枪 除了两个装满子弹的弹夹以外 还有另外九十一发子弹 带回去以后 立马开始 王军这个时候 非常嚣张 直接就说了 让你们公安厅长来和我谈 而且一个劲的出业 自己原本可以成为一名国际大盗 我喜欢看侦探小说 我要是当警察的话 一定比你们强 王军还说了 自己不缺钱 之所以要抢银行 就是为了追求刺激 玩的就是心跳啊 警察就问他了 为啥要再作案以后跑回来 他舔着脸说了 我想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 到底能不能抓到我 就这一副态度 啥也不交代 但是咱们说实话 王军你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人家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用官方的话来说 在强大的心理攻势和铁证之下 王军的嚣张歧验最终被打压了下去 开始交代自己的犯罪过程了 之后很快啊 1999年6月9号 杭州市中京人民法院 以抢劫罪 杀人罪 盗窃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判处王军死刑 1999年7月30号 他被押赴刑场 执行了枪决 好了 案子到这结束了啊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不难看出王军是一个典型的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狠人 在他眼里 别人的命毫无价值 只要几眼就开枪 完全没有什么顾忌或者下不去手的情况出现 另外呢 他不仅足够狡猾 还特别的狂妄自大 从抢劫成功逃跑过程中啊 停下摩托车掉头和肉摊老板对峙 以及重返医院这两件事上 足以说明这小子相当自负 被抓以后居然还舔着脸问 自己在汉匪里面排名第几 完全就没有意识到 他所做的一切 到底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像他这种恶魔 终结的方式 只有回炉重造这一条路 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王军这小子长得帅 个子高 家庭条件又好 怎么就想不开 把自己往绝路上送的 好了 感谢大家耐心看完 觉得老马讲的还不错的朋友啊 希望点赞关注评论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个案子 见识聊